当你看到这两个字幕的时候 可能想到的是迈克尔杰克逊 然不是 而是咱们今天的主角 身体素质无与伦比 球风华丽 准94黄金一代 NCAA中国第一人 篮球著名解说员马健 我认为马健老师 就是公认的历史第一大前 谁公认的 以上都是玩笑啊 虽然对于马健老师的评价 网络上两期分化 但是当时亚洲第一大前锋这个称号 他还是当之无愧的 你不信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 马健老师当年打球究竟如何 马健1969年出生于河北省石家庄 1983年 14岁的马健进入河北省体校篮球班训练 仅仅一年之后就进入河北省青年队 在青年队打了一年后 马健就进入了河北省省队 马健的身体素质和弹跳 无疑是当时中国大前锋位置上最好的 从后来在美国打球的这一段 就能看出来 直接把黑人撞飞 1989年南岚亚锦赛 马健和龚小斌第一次进入国家队 但是客观地说 马健这届比赛的表现是比龚小斌要好的 在亚锦赛决赛中 南岚的对手是韩国队 当时叫南朝鲜 中国队开局并不顺 但孙邦教练仍然坚持以快对快的硬敌方针 在和韩国队拼速度的同时 让年轻的龚小斌和马健在内线搭档 最终南岚以102比72大胜韩国队 获得亚锦赛冠军 马健凭借出色的发挥入选了亚锦赛的最佳阵容 1990年南岚市井赛 马健在本届比赛的发挥 达到了其国家队生涯的巅峰 对阵巴西队 马健全场11投10中得到了22分 对阵意大利 马健再次得到22分 随后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 马健又得到了16分 他在本届市井赛上 场均得到12.4分 是中国队的三号得分手 此时的龚小斌场均只有5.8分 本届比赛中国队两胜六负 只获得第14名 这个时间这个阶段 我认为马健老师是公认的亚洲第一大前 没有异议吧 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 中国男男以练兵为主 这个我在聊张勇军的视频中有提到 为了锻炼后来的九四黄金一代 本届比赛七战皆负 马健的出场时间寥寥无几 出战6场比赛 场均只有3.7分 这届比赛如果我没记错 孙军是队内第一得分手 奥运会之后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对他发出了全额篮球奖学金的邀请 那么摆在马健面前有两条路 一条就是继续在国内打球 成为后来的九四黄金一代中的一员 另外一条就是去美国大学打球 那么他将被永久取消国家队身份 结果马健选择了后者 在美国几经周折后 马健来到了犹他大学 成为NCAA联赛首位中国球员 当年美国杂志都曾为马健大作文章 但是这两年的数据 第一年还不错吧 场均8.2分 3.7个篮板 1993年12月9日 对亚利桑那大学的比赛中 创造了个人NCAA生涯 94-95赛季 马健只打了三场首发后 就被一年级新生范霍恩取代 余下的赛季等待他的 只有板灯的命运了 从这份数据统计中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咱们来看看 就是他的打法开始不断的外漂 在NCAA 马健的三分球出手比例 就几乎已经占到了总出手的一半 可见在与美国球员的身体对抗 他并不占便宜 他在亚洲出色的身体素质 被放在美国的大环境下 也变得不那么突出了 1995年 从犹他大学毕业后 马健参加了快船的训练营 场均15分钟出场时间 也就是马健发的标题为 第一个在NBA得分的中国人 那个视频 让我觉得惊艳的一个镜头 是马健后场开始运球 一人单挑四人 完成上篮 不过遗憾的是 在常规赛开始前 在竞争球队最后一个名额时 马健输给了后来成为扣篮王的布伦特巴里 被快船踩掉之后 马健的NBA梦想也就到头了 之后马健前往菲律宾联赛打了三个月 并帮助球队拿到了冠军 还当选为菲律宾联赛的 年度最佳外籍球员 时间来到CBA的96-97赛季 北京手钢队成绩糟糕 要打保际战 马健火线救援 结果 发挥非常出色 在六场常规赛和四场保际赛中 场均砍下22.8分 7.5个篮板 2.4个助攻 2.8次抢断 1.2个盖帽子全面数据 甚至比巴特尔得分还多 帮助北京队成功保际 当时北京手钢队希望能留下它 但是新赛季 马健以100万的年薪 被联赛新军北京奥神队签下 这价格在那个时候绝对是天价级别 马健不负众望 用全能的表现 帮助奥神在假逼联赛中获得冠军 成功升入假A 顺带一提 1998年 北京奥神队受邀参加亚剧杯 最终得的冠军 引起了外界的强烈关注 在为奥神在假A出战的第一个赛季里 马健场均得到14.2分 6个篮板 3.6次助攻 两个抢断 1.5个盖帽 每场出手12次 命中率44.3% 其中三分球 场均出手5次 命中率只有29.1% 他当时的场均得分 不仅在该赛季假A的国内球员里 只能排名第20 甚至在奥神队内 也只是国内球员第三得分手 而当时国内与马健同位置顶尖球员的数据 表现如下 不过虽然进攻疲软 但马健的防守 倒的确可以被认为 是代表了当时国内封线顶尖水准 场均1.5次盖帽 在该赛季国内球员中排名第三 而场均两次抢断 排名国内球员第七 可以说马健的防守 是强于进攻的 当年的NBA是以防守为主的 马健为了适应美国的对抗强度 把精力用在了提升对抗上 从而错失了提升进攻技术的最佳时间 所以他每场比赛 都要去盯防对方王牌或者外援 而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影响了他在进攻端的发挥 接受采访时 马健表示自己队位刘一栋 就没落过下风 怎么回事呢 那么时间回到1999年12月19日 奥神对阵81的比赛 马健将刘一栋的得分限制到了 9分7个篮板3次失误 而自己得到12分13个篮板 最终奥神小副对手9分 当时能把刘一栋的得分限制在 30分以下就是胜利啊 81队在整个赛季 也只输了一场球而已 但就在两个月后的比赛中 刘一栋就在他头上 砍下了39加9 2000年12月17日 奥神主场对阵上海大鲨鱼 当时姚明已经是CBA的统治级中锋 上海队在揭幕战就干犯了81队 奥神对阵上海时 奥神的外教麦基 要求马健单防姚明 但他就算是防守强悍 单防姚明这显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马健硬着头皮 撑了48分钟 进攻端 他多次在远距离发炮 试图把姚明调出来 全场三分球 七投四中 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但无奈对手是姚明 马健能做到的也仅仅是些许限制 姚明28投16中 命中率57% 狂砍40分 31个篮板 但是马健在之后的解说中 也一直将这场比赛 视作自己生涯的经典案例 因为姚明那个赛季 整体命中率高达66% 当时全联盟只有三个人 能把姚明的命中率压到60%以下 其中一个就是马健 另外两个人分别是巴特尔和王之志 据中场还有12秒时 奥神队94比95落后 马健运球到前场组织进攻 姚明对他为底犯规 奥神队获得两罚一致的机会 他两罚全尸 同伴在制街外球 最后一记投篮又传到马健手里 还是为投中 直接葬送了比赛 而之后一场比赛 奥神对阵首刚的得比战 教练麦基想复制上一场的战术 让马健去扛巴特尔 结果马健表现失常 防守端被彻底打爆 导致奥神惨败27分 赛后奥神老板李苏认定 马健有打假球的嫌疑 于是干脆让马健卷铺盖了 而在这期间 当时马健亡了命 也没赢下来的上海队 和奥神队在季后赛相遇 结果奥神得分王张涛狂砍44分 奥神反而在没有马健的情况下 赢了上海队一场 01-02赛季 奥神从当初的CBA第二名 一直滑落到调集 02-03赛季 马健加入上海大鲨鱼队 但因为伤病 只打了25场比赛 场均不过2.7分 2.2个篮板 投来命中率28% 这样的表现显然是无法立足的 在季末 马健的职业球员生涯 也就此结束了 退役后的马健 就以篮球评论员的身份 出现在球迷的视线内 不得不说 他的解说和部分观点 我还是挺欣赏的 关于这个解说谁对谁错 大家还是当个热闹看看罢了 无论马健也好 杨逸金鱼也罢 他们都有过正确的预测 也有过失败的预测 毕竟都是同行 大家还是好好解说比赛得了 至于谁解说的好 球迷喜欢谁 那就看球迷自己的选择了 您说是吧 就是职业选手上来 不是说在盲目就上场比赛了 一定要知己知彼百战不败 比方说要咱俩一堆一 咱俩一堆一 我是肯定要弄过你 我这一会儿还有点事 那好再见啊